记者陈光为彰化报道,每年夏至后是高阶梨盛产的季节,一棵梨树约一个月内采收完毕,彰化现皮头香过农许先知将梨树下接风水、黄金、新星、蜜雪与秋蜜五种高阶梨,因品种熟成时间不同,采收7克拉长至8月底,比一般采收时间多一倍。 许先知表示,曾遭寒流侵袭损失惨重,后来活用嫁接品种,就不用怕气候影响。 许先知说,二十多年前从酿酒葡萄转做高阶梨,当时每颗梨树只嫁接风水、黄金两个品种,每颗树颗产130颗梨。 五、六年前一次寒流过境,国原梨树冻死大半,损失惨重,要买风水、黄金梨树也缺货,只好买较难种的新星、蜜雪与秋蜜等品种嫁接,映住头皮种看看,没想到因获得福。 许先知说,六月中旬风水梨与黄金梨先采收,到了七、八月换新星,蜜雪与秋蜜品种盛产,发现每颗树壳产约150颗梨,供货增加,生产期拉长一倍,吸引不少客人上门买梨,觉得成效不错,就继续种下去。 许先知指出,甲阶品种多,田间管理很重要,从种植葡萄时就采用草生栽培管理方式,并延续到肿高接离,坚持不用除草剂,每次都等到草肠高到大腿处,才会用各草剂修剪,并用牛奶、鸡蛋发酵作为有机肥,连减下的梨汁都拿来减碎堆肥,增养地利,今年还种出一颗 这个重达1380公克的黄金梨,是一般黄金梨重量的两倍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